就在秦始皇去世之后 赵高凭借自己的种种手段 把丞相李斯 包括公子胡亥 紧紧的捆到他这个战车之上 然后发动下一波的攻势 下一波攻势面向谁呢 就是面向公子扶苏和蒙田 要知道此时此刻 公子扶苏和蒙田 手头掌握30万大军 如果这个时候贸然进行行事的话 那蒙田和扶苏发起反攻来 他们根本抵挡不了 怎么办呢 他们经过一番认真的研讨决定 采取个措施 只能置去不可强求 他们迅速销毁了秦始皇原来那份诏书 另外制定了一份遗诏 这份遗诏是以秦始皇的身份写给李斯的 告诉李斯你要继续担任好丞相 同时立胡亥为太子 这份伪造的诏书当中明确讲 扶苏身为人子不孝 赐贱自财 将军蒙田为臣不忠赐死 这封文书封口之后 加盖了皇帝的喜印 由李斯的手下亲信和胡亥的门客 专门送到了上郡 交给了复苏 这封诏书当中压根没有提到秦始皇死亡的事情 这显然是借秦始皇的微信 迫使二人自己了断 而这边呢 李斯和赵高继续宣称使皇帝继续巡游 咱什么事都没有 天天正常大家该给皇上做饭 该给皇上送什么文书 就一切照常 咱们继续沿着原定的路线 没有任何改变 而且巡游的路线非常有讲究 他就是围着蒙田和扶苏所驻扎上郡周围 围着他来转圈的走 我就看你扶苏和蒙田 到底应不应这个诏书 这个计策是非常毒辣的 但是大夏天七月份的时候 非常炎热 秦始皇的尸体发臭了 怎么办呢 买了一车咸鱼 能够放在前后 让大家觉得 这是咸鱼发臭的味道 这件事情大家也比较熟悉了 但是你配合整个这个计策来看 又看出李斯和赵高 背后阴险和毒辣的地方在哪里 这边是热闹着赵书 来到扶苏和蒙田所在的上郡 扶苏听了这个赵书之后 马上是痛哭流涕 准备就回坊间拔箭自吻了 这时候蒙田心里挺有数了 跟进来说公子你先别着急 这时候始皇帝巡游天下 还没有正式车封太子 可以说皇帝陛下 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 否则的话 怎么能让我带三十万人 在这驻军呢 而且怎么能够放心的 让公子您陪我守在这里呢 肯定是想让你得到一种锻炼 能够获得一样一个历练 回国之后继承大位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问题 咱们再问问 到底是真是假 哪怕要死 咱们也复合一下再死 否则被误杀的多冤枉啊 蒙田能把话说到这份上啊 确实看出是一个大局观的人 尽管他对秦始皇也是非常畏惧的 但他心里还非常明白 始皇帝不应该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样的蹊跷 皇帝年老多病 正在巡游途中啊 突然派人夺取兵权 而且要杀死公子和大臣 这件事一定应该有个手法 但是公子复苏啊 只说了一句话 父次子死 何感父亲 就拔剑自吻了 很多人会觉得啊 扶苏这个公子啊 是不是过于迂腐了 过于柔弱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其实著名学者李开源老师啊 就在秦密当中讲过 因为扶苏的母亲呢 是楚国人 他不是秦国人 所以呢 秦始皇对楚国的外戚啊 是有深深的忧虑的 扶苏自己呢 也深知这一点 这个时候对扶苏进行赐死啊 完全是触动了扶苏内心当中的深深的忧虑和恐惧 可以说赵高这一步棋走的是既阴险又高明 扶苏虽然自杀了 但是蒙田交出兵权之后啊 不想自杀 明确的讲 我等待着附和 我要看看始皇帝下一步到底怎么做 公子扶苏自杀这个消息啊 传到了李思赵高和胡亥这边 三个人是乐成一团啊 马上从九园赶回咸阳城 公布皇帝的遗诏 明确说 由公子胡亥成为太子 继任皇帝位 也就是秦二世 然后呢 李思继续担任丞相 其中呢 获利最大的是赵高 他胜任了郎中令 这就意味着赵高啊 能够跻身国家行政的最高职务 进入核心圈层 并且呢 负责宫廷的整个守备和警卫 他们三个人弄功行赏之后 有个重大的问题摆在他们眼前 那就是怎么处置蒙田和蒙义兄弟啊 他不是两个人的问题啊 他是对一个蒙氏家族的问题 蒙氏家族从齐国来到秦国呀 几代人当中为秦国出生入死 立下汉马功劳啊 蒙田就不用说了 跟着大将王奔呢 剿灭齐国 而且北极匈奴啊 立下赫赫战功啊 同时呢 他修筑了秦兆燕三国的长城 把这个三国的长城连在一起啊 形成一个立体化的防御系统 他专门修建了求九元到咸阳的这样一个直道 道路非常关锢 而且有绿花带 属于当时的高速公路啊 这都是赫赫的战功啊 而蒙田的弟弟蒙义呢 也非常精通法律 而且呢 对行政工作也非常了解 一直就在秦始皇身边作为伴随 那属于上卿啊 皇上但凡到哪出行 身边一定要带着蒙义 皇帝要回到皇宫之后呢 也把蒙义留在身边 有什么事要跟他去商量 有些什么具体工作呢 也交给他处理去办 对他非常的信任 这就相当于秦始皇的内庭总管啊 和侍卫大臣 蒙田这边呢 被求紧于上军 而蒙义这边呢 因为替秦始皇办事 就地被求紧在当地啊 也就是代谢 两个人呢 在等待命运的发落呀 其实啊 胡亥呀 对两个人也没有什么恶意 觉得这俩人也不错 就跟这个赵高商量了 不行就免了他俩吧 反正我大哥扶苏已经死了 就这事已经够过分的了 这差不多就行了 但李斯和蒙田是政敌 赵高呢 和蒙义呢 是死敌 当年判自己死罪的就是他呀 他一旦有机会呢 自己保不起 将来呀 还有危险呢 所以两个人坚决不同意 赦免蒙田和蒙义 此时此刻 大秦帝国的所有大臣 都在关注着秦二世 到底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如何处置蒙田蒙义兄弟 李斯和赵高两个人 在这方面达成高度的一致 就是坚决的赐死 使臣先到蒙义这边呢 蒙义是坚决不同意自杀 他非常冤枉吧 他说我犯了什么错呀 他说你一个王朝啊 是不能随意杀这种贤臣的 如果你要杀我 你明确告诉我 我犯了什么错 这种杀贤臣 对朝代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自古有道君王 没有这么干的 你要把这个话 能够转述皇上 让皇上好好听听 我的建言和建议 慷慨激昂 汤汤汤 讲了一大堆呀 但是使臣呢 非常清楚秦二世 包括李斯和赵高的想法 没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 既然你不死 那好 那我就直接诛杀你 杀掉了蒙义 接着使臣呢 又来见蒙田啊 跟蒙田讲 说你弟弟已经伏法了 现在轮到你了 你赶紧好自为之 你就自杀就完了 蒙田这边呢 也很委屈呀 他说我家祖上 三代忠信有功于秦呢 如果你说我们反派 你向我守执三十万大兵的时候啊 我完全可以发生叛逆呀 但我没有这么干呢 我把兵权交给了大江王黎 这就表明我问心无愧呀 天日昭昭啊 皇上应该认真考虑考虑 收回成命 不应该对待这样有功之臣 喊了天下之心 当然他也说出一番慷慨激昂的语言呢 但是没有机会啊 李斯和赵高不允许他活着 蒙田实在没有办法 非常感慨的说啊 其实这也是天意啊 你像我啊 蒙田北驻长城 东起临桃 西到辽东 这个期间呢 我怎么能没有截断地脉 断绝生命之根的事情呢 看来啊 这是老天爷让我死啊 我呢 死也不冤 我也认了 所以呢 就服毒自尽了 这件事情对秦代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秦国自从商鞅变法 奖励军功开始啊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诛杀过功臣 一定是赏发分明的 即使你出错了 那我也明确告诉你错在哪 现在没有任何错误 无缘无故杀了蒙田兄弟 并且刺死太子复苏 立刻让咸阳城内外变得人心惶惶了 秦二世继位之后呢 也学到父亲秦始皇啊 开始四处巡游 但是巡游过程当中啊 听到是越来越多各地啊 产生不安分的消息 在朝中大臣当中呢 也开始有着各种流言蜚语诞生了 因为胡亥和大臣之间隔着一个赵高 他跟大臣之间没有更多的交流 和大臣们越来越疏远 他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 但是这种隐忧传递到他的内心 这时候李斯呢 基本上我我也不管了 都交给你赵高了 我就回家养老了 属于半退休的一个状态 那胡亥呢 只能跟赵高讲 赵高说了 我也感觉到这种问题了 说这些大臣呢 口服心不服 你看看 我现在身居高位 别人说你凭什么得位啊 你是不是得位不正啊 关键呢 质疑我倒也罢了 他质疑的是您的皇位啊 这下呢 给胡亥也弄紧张了 怎么办呢 赵高又献上一记 你现在要想断绝大家的念心啊 一定要把其他的皇子啊 朱砂掉 否则的话呢 别人又立一个新皇子 你说你怎么办呢 另外呢 我还要想计策 心怀不满的呢 都是跟着先皇这些老臣 我们要想象这些人不发声啊 就用另外一群大臣来替换他们 那胡亥又说了 这些人没有罪名怎么办呢 赵高说很简单 我来想办法编织罪名 自然能让他们慢慢的退位 用我们信任的新人来替换这批老人 然后呢 把秦国这些王公贵族减灭掉 那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皇上您就可以万事一夕 继续呢 当好你的皇帝 这个时候的胡亥 已经完全被赵高绑在他的战车之上了 没有任何机会做出改变了 一切只能按照赵高的想法来行事 赵高呢 立刻对秦朝的公子 也就是王公贵族 十二人进行杀戮 其他的公主也开始刺死 这些人的财产呢 都给予没收 并且呢 亲近的人呢 都受到竹帘 公子江吕的三兄弟呢 被囚禁到宫里了 给他们定的罪名呢 就叫不臣 说你不遵守臣子的礼仪 这你看来就要谋反之心 这三个人说了 我哪错了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哪有什么问题呀 但是啊 没办法 说让你死 你就得死 三个人实在没要招了 只好服毒自尽了 公子高呢 本来打算逃走了 但是一想啊 自己跑了 家里人怎么办呢 但是也罢 我就不住恋家人了 就跟秦二世讲啊 说能不能这样啊 就让我一个人给父皇殉葬 刺死我一个人 保住全家 这总可以吧 秦二世一听 哎呀 也别太赶尽杀绝了 行 你个人死就算了 然后其他的家人 我允许你保全 等到后来啊 考古学界在秦陵周围啊 找着一个陪葬的墓 里边发现五男两女的 这样一个尸骨 其中有六个人是伸手 和四肢是分离的 显然是被车裂 或者残酷的刑法 斩断四肢和头脑的 还有一个人 虽然尸骨完整啊 但杀夏娥是脱离的 显然是上吊自尽 或者被别人给勒死的 您想想啊 赵高对皇子 都是这么冷酷无情 何况那些秦始皇 遗留下那些大臣呢 更是动辄就诛连九族啊 后事很多人都在总结啊 说秦始皇亡于秦王的暴政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正关注赵高采取的政策 对秦王朝的伤害有多大 当然秦王朝的倒塌 也不能完全算到赵高身上 从公元前221年啊 秦始皇一统先下 一直到秦始皇病死在沙丘 整整12年 这12年间 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啊 初寻天下就已经走了五次 修迟道 驻长城 开遭灵渠 修筑离山的灵寝呢 一年都没有消停 这个时候啊 还派30万大军北极匈奴 派遣五路大军呢 征讨南越 征发50万男女 束手无灵一南 这时候呢 他觉得渭水北岸的这个咸阳宫啊 太小了 我要扩大工程 要在渭水的南岸修建个阿旁宫 要比这个咸阳宫壮大好多倍 大家可以看个阿旁宫副当中描写的啊 在渭水的南岸和北岸 还要架一座桥 皇帝呢 可以在两个宫殿之间来回的行走 这样一个规模 今天的咸阳啊 会比现在的西岸规模还壮观 秦始皇建了这么多的大工程 这要动用多少人力和物力啊 司马迁就专门讲过啊 秦始皇修阿旁宫和离山沾的陵墓 就动用了七十万人 这七十万人当中呢 以青壮的那些男子为主 其实重要一部分呢 都是犯人 另一部分呢 是服役的人 从全国各地啊 征伐来的 这些人呢 都按军队编制啊 常年辛苦的劳作 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 这就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城 有七十万的常驻军队呀 这七十万人的粮食从哪来呀 当时都是从韩国关以外的 关东地区调过来的 当时在古代的时候 粮食和各种生活生产资料的运输 是非常艰难的 就拿六百公里啊 保证一个人吃饱饭 那就需要十五个人为他服务 如果走水路的话呢 运输量会大一些 可能需要五个人 大概就够了 即使按最小的数目算啊 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 就需要三百五十万人 来做后勤保障 这三百五十万人 也要日夜不停 配合这个项目的进行 这些都是家庭当中的壮劳力呀 他们在这工作了 那家里谁来劳作呢 单单这两个项目 就可能影响到天下一千四百多万人的生计 何况秦始皇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修筑长城啊 包括做迟道啊 等个一系列的工作呀 当时秦朝的人口一共不过几千万人 几乎是全天下都在为秦始皇一个人忙活着 而且我们也特别奇怪啊 秦始皇为什么没事找事 一定要拼命的搞这些大工程 不断的搞建设呢 有一个解释这样的啊 秦朝奋六十只余猎 终于在第七代由秦始皇一统天下 这个目标实现了 统一天下之后 皇帝该干什么呢 所以秦始皇呢 就要不停的搞各种大规模的建设 找自己的存在感 同时呢 开始啊 四处的发兵 能够保证千事万事呢 大秦的江山铁打一般的 随着他身体越来越不好啊 他内心越来越恐慌 感觉自己生命将要结束了 我的梦想就要没有了 我作为千秋万载第一个皇帝 我不能就这样离去 所以后期呢 不断的新鲜访道啊 他所有的这一切 如果有扶苏的继位的话 还能够作为润滑剂 让这个帝国继续按着历史的车轮 往前走一走 但是啊 非常不幸的是 他赶上了一个赵高 赵高呢 拨转了历史的支针 他这样一个逆转呢 让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走向 也同时呢 诞生一大批更璀璨的名字 比如说刘邦 项羽 萧和 韩信 张良 等等等等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个历史的大逆转啊 是福是祸 自有后人评说 但是啊 可以确定的是 赵高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处上 像冬播剧场上 继续